你好,我是一只蚊子 我知道你们不爽我很久了 就目前的技术来看 即使人类不存在了 我大概率还会安忍无恙地活在地球上 气不气,不是我吹 我才是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 一直都是灯格热、黄热病 立即等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每年直接活间接死在我口下的人类 七十万起步 论起来,核武器都不见得由我生蒙 虽然人类的科技已经可以远征太空了 但是这数千年的人文大战中 你们始终是处于下风 遥想一亿年前 我就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一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利用一切变得更强 哪怕在与恐龙同行的时代 我的口气都可以刺穿恐龙的皮肤 盖茨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以来 已经捐款40亿美元来研究怎么消灭蚊子 想想你们为了消灭我 做出那些可笑的努力 第一阶段,杀虫剂 包括有机率、有机灵、胺基甲酸炎 还有拟除虫、举止等等 虽然牺牲了众多伙伴 但是也升级了我们的生存技能 很多地区的兄弟姐们都已经出现了耐药性 他们闻了尝了都说好 腰也不算矮,腿也不疼了 精气神背儿好 吸血更欢了 杀伤力极强的杀虫剂 那人类也不是没用过 不过杀敌800自伤1000呢 再说,我繁殖的速度绝对快于你们研究出 既安全又有用的杀虫剂 第二个阶段,细菌灭蚊 一种叫做沃尔巴克式体的细菌 可以说是我们的死对头 不仅能抑制我们携带致命病毒的传播 还能让我的精子带毒 交配之后 我的伴侣彻底不孕不育 所以最狠毒的就是人类 这种段子绝孙的方法都想得出来 作为一只蚊子 从小知大 早就对地球霸主之位推探已久 人类与我,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不要以为用细菌真菌转基因 就可以彻底消灭我 在灭蚊的第二个阶段采用的细菌战 我们很快发现了弊端 凡是感染了沃尔巴克式体的熊蚊子 交配欲望也会下降 很好 我们勇于把机会留给能繁衍后代的同伴 为了族群的发展 个人利益不重要 第三个阶段是转基因消灭我们 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 可以让磁蚊无法长大成虫 而熊蚊带着这类毒基因顺利发育 再传染给下一代 按照你们的推算 用此方法 大概7到11代 就可以让我们种群game over 弊端嘛 如果大规模释放转基因蚊子 可能会破坏生态哦 并且还有不可预估的后果 万一借助你们的技术 我们说不定突变出 侏罗纪时期 穿刺恐龙表皮的口气 可你们人类能进化出鳄鱼皮吗 第四个阶段 数百年前 人类就发现了真菌可以感染昆虫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 回回鲨鱼而归 真菌起销速度慢 毕竟我们寿命不算长 在被真菌杀死之前 早就完成了疾病的传播 这次你们变聪明了 知道我这种称霸地球一亿年的生物 进化的已经相当完美了 把研究方向 改成对真菌进行基因改造 在一种特殊的绿将菌中 引入澳大利亚蜘蛛的毒素 这就是迭巴尔夫呀 只要一到两个孢子 就能对我的生命产生致命感染 目前在实验阶段 已经非常成功 据说灭蚊率到达了99% 不过 我丝毫没担心过 什么时候走出实验室投放市场了 记得再来觅我 身为一只蚊子 乃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 想消灭我简直是痴心妄想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 好人不偿命 祸害火千年吗 我们蚊子生活最多的地方 并不是热带地区 而是北极圈 极寒的地区不适合绝大多数的动物 但是在总面积1300平方公里的北极台原 同伴的密度都超过了我们的发源地非洲 北极台原原本就有众多的不流动的死水 常年累积也沉积着动植物的残骸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风水宝地 不仅没有天敌 还有足够的食物 只要克服低温就可以了 每年南北极的夏季 气温都可以到达零摄氏度以上 这几年更是出现了20多度的高温 这就是我们蚊子称霸世界的天时地利 很快 我们将会从南北极发起最低纬度地区的总攻 虽然一时半会儿消灭我们是痴心妄想 不过有些方法还是可以让你们不是我的困扰 我们在一般中高纬度是具备过冬的能力的 不同种族过冬方式不一样 有宝大人只要聚集到温暖的墙角 管道 枯树干击等等 等春暖花开 气温升到10摄氏度 立马进入吸血缠卵模式 还有保孩子的方法 成虫熬不过冬但是我们的虫卵可以潜伏在潮湿的土壤中 哪怕结冰的水中都毫无畏惧 在整个冬天互发育 气温回升马上解冻孵化 就这什么能力 就问你服不服啊 想着诸我们蚊子的九族 还得加把劲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